- 欸欸欸欸 不錯欸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 - AD Caffe 我是阿滴 - 我是木木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一台非常專業的機器 應該是我們少數開箱到這麼 - 貴 貴 的咖啡機 專業跟夾起來成正比啦 對 沒錯 那這台呢就是在我旁邊的 - 貝哲拉ARIA TOP MNPID 很長的名字 - 你對貝哲拉有印象? - 完全沒有 - 沒有聽過 - 有嗎?有嗎?我剛才聽過嗎? - 比較少見 - 但其實貝哲拉這間公司已經開了100年了 - 是一個百年老品牌 - 然後也是第一個獲得 - 濃縮咖啡機器的專利的公司 - 但貝哲拉在消費者這段其實比較少見 - 所以今天機會難得啊 - 那這台ARIA它是全金屬的機身 - 所以很重 - 真的蠻重的 - 但它的寬度其實不大 - 所以不太佔空間 - 只是它稍微有深度 - 以我們下面的瓦斯爐為例 - 它大概就是一個爐的大小啦 - 上面的蓋子打開啊 - 就是水箱 - 水箱是3公升 - 所以... - 水就直接加這邊 - 開機鍵在這邊啦 - 我們等一下按下去之後就開始計時 - 地球進去了 - 之前的經驗呢大概需要6到8分鐘 - 左邊這條呢是蒸氣管 - 然後右邊這個是出水管 - 熱水走這邊 - 然後蒸氣走這邊 - 沖煮頭上面有一個壓力的檢測 - 就可以知道說 - 你等一下萃取的時候 - 它的壓力值怎麼樣 - 這台是迴轉式幫浦 - 所以它可以提供更穩定的水壓 - 然後再上來這邊呢 - 上來這個 - 可以手動撥動的 - 流量控制器 - 可以轉到這邊 - 再轉 - 轉回來 - 太多了吧 - 最大開到這裡 - 好 - 然後再拉回來 - 而且很直覺 - 旁邊這個呢 - 流量開關 - 撥到最上面它就會萃去 - 它的配件 - 無底的把手 - 能夠一眼看穿你 - 哪裡填壓不好馬上看出來 - 那個圍裙很重要 - 圍裙上面就會打那個噴出來的咖啡 - 對對對對 - 另外它還有再附一個這個 - 分流的 - 分流的 - 也同樣都是58mm - 握感還有質感都已經是做到非常好了 - 雙杯的份量 - 它有再附一個單杯的 - 沒有開孔的 - 清潔用的 - 清潔用的 - 但我覺得提納器就稍微比較可愛一點 - 沒有像這個握起來的質感那麼好 - 重量感比較不夠啦 - 但我覺得稍嫌清熱一點 - 它還有再附這種 - 更像玩具 - 更像玩具的 - 動手 - 動手和刷子 - 但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是重點 - 水線 - 水線 - 營業用的啦 - 如果你今天旁邊就可以接水的話 - 那就可以直接把底下的那個管線接出去 - 你就不用一直換沸水盤 - 這個我們應該用不到 - 好 差不多喔 - 現在溫度到了92度 - 我們設定了 - 之後就表示它開季完成了 - 現在時間大概 - 6分45秒 - 來 吹一把濃縮咖啡 - 邊操作邊跟大家介紹 - 填壓 - 好 - 我們可以先把流量控制器開到中間 - 然後上把之後 - 開起來 - 這時候就可以看上面的壓力 - 太高或太低 - 你可以馬上調節 - 欸 不錯耶 - 大概在酒吧左右 - 旁邊就是萃取的秒數 - 關掉之後它就會記錄你剛才這一把的時間 - 所以這樣一杯Espresso就好了 - 很香 - 剛才大家有看到這個操作 - 直捲 - 你可以馬上從這邊的壓力表 - 去知道說你現在壓力太大或太小 - 可以直接從流量控制器去調整 - 從這邊旁邊就是你現在的萃取時間 - 直接透過旁邊的秒數去知道說你現在整體的萃取時間是太長或太短 - 在當下就可以做調整 - 那如果當下調整來不及的話 - 那你可以再下一把 - 再從研磨度阿 - 或從天液阿力道上面去做調整 - 好 那我們接下來用它再來做一杯拿挺 - 這台的蒸氣管呢 - 它原本是兩孔的 - 雙孔 - 它是這樣子左右對稱的 - 還會附一個這種四孔的蒸氣噴頭 - 我們現在把它換成四孔的 - 看一下它的蒸氣量 - 蒸氣量很大 - 這整支都有做防燙的設計 - 所以不用擔心說 - 碰到這個管子會燙 - 還是小心為上啦 - 但是做拿鐵之前要介紹一下 - 這台機器它是用植木鍋爐 - 植木鍋爐就是大的蒸氣鍋爐 - 裡面有包一個小鍋爐 - 外面是蒸氣鍋爐 - 裡面是熱水的鍋爐 - 所以熱水是透過外面的那個蒸氣鍋爐去加熱 - 蒸氣和熱水其實是不同的溫度 - 所以如果你就一個鍋爐的話 - 熱水萃取完之後 - 它才能加熱變成蒸氣 - 所以比較花時間 - 那像植木鍋爐的話 - 它就可以做到同時萃取同時打奶泡 -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一起操作 - 一樣先把它粉抹好 - 我們這次用那個分流好了 - 欸? - 開機 - 就來打奶泡 - 那這樣一杯拿鐵就完成了 - 好喝 - 營業用金就是不一樣 - 而且我們之前不是有去上那個Chris的課嗎? - 它就有在講說 - 剛做完的時候那個流動性會是最好的 - 你做Espresso的同時打奶泡 - 剛好兩邊完成一起拉的話 - 成功率會比較高 - 我們之前的實測分層完成大概10秒 - 對 - 所以10秒內就要開始拉了 - 沒錯 - 所以其實有一點難度 - 所以這個一定要是你的機器 - 可以控制萃取和打奶泡才有辦法做到 - 好那這台機器呢 - 我們也算是用了一段時間了 - 那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- 這台機器我們使用上的一些優點以及缺點 - 首先優點的部分 - 這台機器的整體的操作手感非常的好 - 所有的按鍵都是一個非常直覺的回饋 - 例如說壓力太大 - 你可以馬上手動調整 - 那如果就壓力太小 - 也可以馬上跟進 - 那打奶泡其實也是 - 就是你的蒸氣開啟和關閉 - 都是一個非常直覺的操作 - 所以我覺得整個操作起來的體驗感會非常的好 - 然後再來第二點呢 - 就是大推這個流量控制器的這種設計 - 流量控制器可以即時的調整你的水流控制 - 尤其現在很多人啊 - 你可能家裡不是只有用一種豆子 - 你可能會有很多隻單品豆 - 所以每一隻豆子它有需要的水量啊 - 研磨度啊都會不一樣 - 以前在操作的時候有時候光是一隻豆子 - 你就會需要測好多次 - 但是有了流量控制器 - 你就可以更即時的去做調整 - 在同一把裡面就可以去做微調 - 所以就比較不會說你要上把了之後 - 才知道說這把有中我沒中 - 再來第三個優點就是剛剛有提到這個 - 子母鍋爐的設計 - 子母鍋爐就可以讓打奶泡和萃取可以同時進行 - 但也就可以提升拉花的成功率 - 再來下一個我覺得很貼心的一個點 - 出水口就有壓力的偵測表 - 這樣我們在做濃縮的時候 - 就可以看著這個壓力表 - 去即時調整我們的流量控制 - 再來就是它蒸氣管的蒸氣量真的非常的充足 - 就是營業用期的大箱 - 營業用期的大箱 - 但是它使用的是110的電壓 - 你在家裡不用特別簽電 - 就可以直接用家電使用的那種插注 - 講了這些優點之後 -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缺點 - 首先第一個就是剛才有看到 - 它的開機時間很長 - 6到8分鐘 - 那這個6到8分鐘 - 如果你今天是要趕著出門 - 或是說你一天只會脆個一杯兩杯的話 - 你需要等待的時間比較長 - 所以它沒有辦法說像家用的全自動那麼的快速 - 再來第二點 - 這台機器其實平時都是放在一個小角落 - 那它這個水箱設計就有一點麻煩 - 就是它沒有可以提的地方 - 所以那個角度就比較不好抓 -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我覺得需要練習的是 - 剛才有提到它的蒸氣量很大 - 它的蒸氣量會大到說奶泡很容易打過頭 - 如果你是從單過爐的那種家用機 - 這樣切到這台機器的話 - 它的蒸氣量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- 你會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去摸索 - 要去練習一下那個奶管的角度 -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台貝哲拉 - 貝哲拉 - 貝哲拉的 - 你需要一片記憶圖示 - 它需要一個更好記的名字 - 那這次非常感謝Tiamo的邀請 - 但這次玩下來就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- 尤其是在Espresso的萃取上面 - 它也可以因應各種不同單品豆去做調整 - 在家裡你可以每天喝到不一樣的單品濃縮咖啡 - 這台機器我們會推薦給比較進階的玩家 - 如果你今天是家裡已經有一台入門的半自動咖啡機了 - 你想要升級成這台完全沒問題 - 它110的電壓 - 但是有很強的蒸氣和很強的Espresso功能 - 或者是你想買一台EK你就可以配它 - 對... - 想要在家裡體驗營業用機的爽感 - 沒錯 - 如果你已經是店家了 - 這台機器也很適合當作是一個二號機 - 它的機動性很強 - 所以要出SOE或者要來測試豆子 - 但這台機器就可以很及時的去做調整 - 帶出去擺攤 - 擺攤也可以 - 因為它是吃110伏特 - 重點是大小體積不大 - 但稍微重的一點 - 需要一個重憾 - 需要扛一下 - 如果大家對這台機器有興趣 - 我就把它連結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- 可以繼續看一下 -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-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- 請點個喜歡 - 分享給你有在喝咖啡的朋友 - 未來這個頻道也會推出更多元的咖啡內容 - 一直不要忘記訂閱打開小鈴鐺 - 讓我們現在很多最新的資訊 - 還有一些咖啡的知識 - 都放在我們的Instagram - 所以不要忘記追蹤 - 下次見囉 -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 -